2015胡润套现富豪榜 套现富豪榜 30位上榜富豪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总的套现金额达到了860亿 这个是此前一年数字的2.4倍 那么这30位 人均套现达到了28.7亿 其中呢 朱孟一家族过去一年就套现了82亿元 而桑德环境大股东文一波 张辉明夫妇过去一年套现了70元 排在第二位 对于这样一个排行榜 胡润表示说 简直上市公司股票和上市公司股票分红 是过去一年企业家大额套现的两大主要途径 他同时表示说 这30位企业家应该是中国真正最有钱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钱都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现金 放在了自己的口袋